你可以 这个有点猛 你是什么情况下拒绝他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在哪找到他 你还能拒绝他 当时王岛还蛮喜欢我的作品 想跟我有音乐的合作 但是我是一个很安定不住的人 不想一直困在一个环境里面 因为王岛一部戏拍八年 王岛和你是怎么遇见的 怎么认识到你 那个时候是王岛的助理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以为是诈骗电话 后面我还是听过了一些确认之后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王岛要找我 第二天就直接飞回去 见到真人了 我在飞机上遇见梁朝伟 因为他就刚好坐在我 梁朝伟在我们心目中 跟斗维是一个路了 都是仙人那种感觉 你们俩一起坐飞机去见王家卫 对 聊天了吗 你搭讪他 当然是我搭讪他 然后后面就跟他聊起来了 梁朝伟最后拍拍我的键 跟我说 之后有缘再见吧 有缘再见 对 没想到后来真的再见了 真的再见了 有缘之后呢 就做了他的音乐制作人 他跟我说 我其实十几年没有好好进录音室唱歌了 刚好那一天 王导 王家卫和Eason 都在录音室里面 我四个人一起 来讨论这首歌应该怎么去做 百度人 有可能 梁朝伟的最近的专节就是《风沙》那一张 也是十多年前了 你可不可以说几位像你邀歌过的歌手 对 像梁朝伟 陈奕迅 陈奕迅 不是 这那个还有谁啊 陈奕迅 徐之谦 徐之谦 徐佳银 徐佳银 周深 你都基本上都有做 陆寒 陆寒 陆寒